1946年1月,阎西山正在山西太原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仪式 现场围观者上万,可就在仪式即将结束之时 阅兵仪式突然竟出现了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一幕 阅兵仪式开始后,两位将军率先登场 其中一位是阎西山的心腹,晋随军的大将赵承受 而另一位却是一张陌生面孔 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赵承受对他有点恐惧 坐在台上的阎西山,看着自己强大的军队 如此庞大的兵力,内心充满了得意 可当阅兵仪式即将结束时 最后一支部队的入场,让整个阅兵现场彻底陷入了混乱 当晋随军最后一支部队从舞台前走过后 不少人正准备离开 突然又有一群特殊的士兵走了过来 他们身穿日本军装,手持日本军刀 为首的士兵还手持着高要旗 走到御兵场中间还高喊 大日本帝国万岁 这时不少人突然想起来 刚刚走在赵承受身边的那个陌生军人 正是清华日军的第一军参谋长 日本陆军中将山岗道武 一时间,这群日本兵的出现 引起了现场很多人的惶恐 甚至有人开始怀疑,难道日本人又打回来了? 反观台上的阎西山,他非但没有一丝紧张 反而格外兴奋 而这群日本兵也毫无战败之君的姿态 在现场的气势极为猖狂 可众所周知的是 此时距离日本投降已经过去了近半年时间 这群日本兵到底是何来历? 日本投降后,他们为何仍在中国境内如此嚣张? 他们最后又落得个怎样的结局? 这一切还要从1945年9月10日 刚村宁此在投降书上签字后的第二天说起 今天所长就带大家回顾日本投降后 最后一批侵华日军被歼灭的全过程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给历史求知所点点关注 既方便回顾往期精彩 又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1945年8月上旬 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 导致一直不肯投降的日本 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8月15日 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 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9日 清华日军的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日军驻华总司令 刚村宁此在投降书上 极不情愿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并且无奈地交出了他随身佩戴的军刀 虽然刚村宁此表面上接受了投降 可实际上却贼心不死 不太甘心地他试图在我国的土地上再次掀起大的风浪 好为日军再次侵华创造条件 就在刚村宁此在投降书上签字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9月10日的深夜 他突然秘密地给何颖钦递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目前中国境内依然残留有日军30万 若蒋同意可全部归国民党领导 协助贵军剿灭共产党 正在刚村宁此为自己的奸绩即将得逞而洋洋得意时 突然得到了蒋介石拒绝的消息 因为蒋介石非常清楚 一旦自己收留这群日军 就算他们能够帮助自己剿灭共产党 可到时候很难保证这批日军不会接着消灭自己 蒋介石的一反常态让刚村宁此有点意想不到 百般无奈之下 刚村宁此只得退而求其次 他紧急着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山西王阎西山 死人的实力虽然不及蒋介石 可以是手握重兵 既有利用价值 阎西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日本留学 而且还在日本生活过很多年 他经常称自己是日本万事通 当阎西山收到刚村宁此的传行后 顿时兴奋不已 很快便制定出了一份日军寄存武力于山西的方案 为了能够达成跟日本人的合作 阎西山在给刚村宁此的回信中还特别强调 若有日军愿意留在山西跟我合作 我不仅会保障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而且还会提供丰厚的金钱报酬 经过阎西山和刚村宁此的连日商讨 最终达成了四条协议 第一 想要留在山西的日军士兵 可随意脱离军级 加入阎西山的部队 第二 所有加入阎西山部队的日本士兵 军阶全部连升三级 第三 留在山西的日本士兵 阎西山将提供最丰厚的待遇 第四 日本士兵若想跟中国人结婚 甚表欢迎 阎西山对日本人表现得如此积极 其实有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当时日军已经投降 但是国共关系却日益紧张起来 所有势力都非常清楚 国共双方必有一战 阎西山作为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军阀 若不及时囤积兵力 到时候很可能沦为炮灰 阎西山曾亲口对身边的亲信说过 以我们现在的兵力 根本不可能跟共产党或者国民党对抗 日本兵不仅武器先进 而且战力强 阎西山本以为有了日本兵之后 自己就可以安整无忧了 可没想到 这群日本兵非但没有让自己省心 反而给他招来了不少的麻烦 在阎西山和冈村宁次的木器配合之下 最终选择留在山西 效命于阎西山的日本士兵 共有一万三千多人 其中还包括日本陆军大佐金村方策 陆军少将 袁拳新 以及陆军中将 山岗道武等日军高级军官 阎西山把这支日军部队编为陆军独立第十总队 一直当成自己的王牌武器 在阎西山的眼皮底下 这群日本兵公然打着复兴皇国 恢弘天意的旗号 可阎西山非但无动于衷 还经常让这批日本兵训练尽随军 甚至对他们无敌线的纵容 这批日本士兵凭借着阎西山的庇护 在山西境内胡作飞围 他们经常驾驶着汽车或者摩托车 在太原的大街上横冲直撞 有人被撞死或者撞伤 只能自认倒霉 日本士兵的狗经常在人群中乱咬 被咬伤也没人管 曾有一位太原老人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 日本投降之后 一名日军在街边的小摊上 喝了两碗疗糟之后 拂袖而去 丝毫没有要付钱的意思 小摊老板追出来说道 日军已经投降了 这不是你们的天下了 没想到 这名日本士兵竟拿着刀子 把摊主的双腿砍伤了 可这名日本士兵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俗话说 只包不住火 阎锡山虽然意志极力隐瞒自己和日军勾结的汉奸行为 可在1946年3月 他的丑陋行径 依然被共产党和国民党揭穿了 为了揭开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真面目 陈庚将军还险些丧命 虽然国共两党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 试图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 可是在此之后 双方的矛盾不断 甚至还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战斗 1946年初 由国共两党以及美国人三方代表组成军事调查小组 负责前往各战斗地点进行调查 引起矛盾的原因 其中国民党派出的代表是邹陆夫 而共产党派出的代表则是陈庚 就在调查小组准备前往太原之前 阎锡山担心自己和日军勾结的秘密泄露 便命人在调查组的必经之路上 埋下了大量地雷 企图用这种方式将调查组吓回去 在毫无防备之下 调查组一行人 静止闯入了阎锡山部下的地雷阵 顿时有三人炸伤 为了保护陈庚 八路军一名作战科长被炸身亡 突如其来的爆炸 确实把国民党官兵吓住了 可是却没能下注陈庚 他不怕恐吓 更不怕牺牲 他只怕查不出事情的真相 当天下午 陈庚再次乘车朝着太原驶去 当调查组抵达太原城外时 突然发现有部队正在作战 陈庚冒着生命危险闯入阵地 此时刚好有一名进随军士兵 从他身边经过 可此人口中说的却是日语 陈庚立即拦住了他 被感意外的陈庚当即朝着这名进随军士兵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 你的长官是谁 这名士兵很明显被吓住了 面对陈庚的质问 他始终不肯开口 陈庚顿时心生一气 突然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 这名士兵在惊慌之下 口中说出了一连串的日本话 陈庚立即拿起相机 对这个士兵连拍好几张照片 最后拉着他来到了阎西山面前 一时间 阎西山勾结日军 卖过求荣的丑陋嘴脸 昭然若揭 1946年6月 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 突然对解放区发起进攻 为了实现全国解放 共产党展开反击 凭借着灵活的战术 以及全国群众的支持 解放军很快在战场上 占据了上风 山西地处中原要塞 要想占据中原 那就必须首先占领山西 情况紧急之下 徐向前临危守命 面对盘踞在山西数十年的阎西山 他不仅有十几万兵力 而且还有大量的重型武器 而徐向前能够聚集到的兵力 最多只有六万 战士们的战斗经验也不太丰富 而武器也比较落后 很多人都为徐向前感到担忧 可徐向前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两点 第一 没有打不好仗的兵 只有带不好兵的将军 第二 阎西山的禁随军不堪一击 战役打响之前 徐向前就明白 不能跟阎西山硬碰硬 毕竟敌我双方的兵力相差太悬殊 首先 徐向前指挥部队 与禁随军的精锐展开运动战 持续消耗敌军的战力 为了实现尽快解放山西的目标 徐向前率先夺取运城 让阎西山彻底失去了山西的南部屏障 紧接着 又拿下了林坟 部队直逼禁忠 徐向前非常清楚 禁忠既是太原的大门 又是阎西山的粮库 13万禁随军 每个月的粮草消耗量 就要近600万斤 一旦禁忠失守 禁随军就会立即陷入粮食危机中 禁忠战役的胜败 将直接关系到山西解放能否成功 徐向前知道这一点 阎西山更清楚这一点 为了保卫禁忠 阎西山终于派出了自己养兵千日的日本王牌部队 在袁全新率领的日本兵组成的教导总队赶到战场时 赵承受指挥的陕级兵团已经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了 禁随军近两万人被歼灭 上百门火炮被缴获 正当袁全新准备展开攻击时 突然发现他们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了 就在他们不远处 一百多门火炮已经整整齐齐地对准了他们的阵地 徐向前一声令下 日军的阵地上就响起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 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 上万禁军和日军被炸得尸骨无存 几轮轰炸之后 脚后的炮弹几乎消耗殆尽 幸存下来的日军突然展开突围 无数日军涌向解放军阵地 为了避免误伤 我军只得和敌军展开白刃战 日军以为 他们靠引以为傲的刺刀技术 可以轻松突破包围 可殊不知 自从抗日战争以来 我军部队早就已经将拼刺技术 当成了主要训练项目 到了解放战争时 我军战士已经掌握了非常熟练的拼刺技巧 面对这些作恶多端的日本兵 徐向前当即下令 只要不投降就坚决消灭 一个不留 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殊死搏斗 大部分日本兵都被解放军用刺刀捅死了 而袁全新却在士兵的掩护之下 成功逃脱 可他已是身负重伤 当他和副官逃到附近的村子时 徐向前带着部队已经逼近 为了不当俘虏 袁全新命令副官朝他开枪 在临死之前 袁全新不甘心地大喊道 是我失算了 没想到徐向前这么厉害 石总队完了 刚存宁次的计划也泡汤了 自此 中国最后一批新华日军被全部消灭 眼看大势已去的赵承受 面对着所向披靡的解放军 和英勇指挥的徐向前 最终选择了投降 后来还动员其他禁随军进行起义 也算是迷途之反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心怀不轨的侵略者 任何一个失去民族大义的汉奸 迎接他的只能是灭亡 最终必将被历史永远定在耻辱柱上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有无数个像徐向前元帅一样的正义者 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的国家受到一丁点侵犯 也正是有无数个不顾个人生死的革命英雄 我们的民族才能独立 我们的国家才能有幸得以解放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点赞留言 亲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 历史求知所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历史求知所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